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筹备以九个新北市立美术馆六度招标失败,新北市议员李倩平,罗文重今天,23日,日召开记者会,直至市府十年来不积极作为,选举在即才抢东宫,无市议会审议程序,竟自增加4亿元预算,甚至企图减项招标,议员呼吁将卸任的市长朱立伦应谨守看守期职责。 尊重继任者,暂缓重大工程决策。 罗文重指出,新北市立美术馆民国97年或行政院补助开始筹备,规划十年,期间不见市府积极,直至去年1月、3月、8月、10月至今年6、7月,接连六次招标未果,不禁令人怀疑市选前补进度,抢东宫。 罗文重表示,今年6月市府在魏京议会同意下进自加码4亿元预算,计划经费从16.9亿元增加为17.7亿元,再攀升至21.7亿元,为提升厂商投标意愿,意图进行工程项目减量招标,等同事便相加工程经费。 他批评,此举行同药市民为新北市府十年来的消极作为买单,李倩平指出,美术馆增加的4亿元经费未经议会审查,抢先招标,也未寻预算法送议会,办理追加预算,不合法定程序,且不尊重议会职权。 市府明显程序放两旁,选举摆中间,李倩平引用公务人员任用法第26-1 条,民选首长在看守期应冻结机关人士任用权,他认为,重大工程也应暂缓招标,毕竟美术馆施工及营运管理势必落在继任市府期间,如此巨额的重大工程需周全规化,不应为了选举藏促草率处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